你这一门是镇修 其他的也帮助你作修 镇足双修 是会的 全是利益 全是功德 不会 那就发生障碍 甚至造罪业 互相毁报 互相标报 这就造罪业 自然会打 不知道自它是一页 一体 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道 知道自它一体的是 这一门 就是一切法门 就是破门 一门深入 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无量寿经讲这三个真实 你统统得到 这三个真实 我们不按经典排列 我们按我们自己的需要 第一个 智慧 真实智慧 那第二个 真实知己 第三个 真实的利益 是对自己 对别人 对别人的时候 后面两个要调换一下 对别人 真实智慧 真实利益 后面是真实智慧 排列的此地 活的 不是在盘的 所以佛法没有定法 活的 那来定法 佛现在身相 没有定下 法华 破门篇里面说 愿意什么圣得度 就献什么圣 你看 多活泼 他需要什么法 就说什么法 佛有没有法 可说 无有法 无有定法 可说 那么由此可止 所谓的法 全是方便法 真实也是方便 方便的 就有真实 为什么 你开悟 就真实的 而不开悟呢 真实也是方便 方便 妙啊 这净土宗啊 遍表念佛 最为情 一夜之夜 细为念佛 没有一样 不是念佛 又往生论 为三种 庄严 入一发去 啊 这个三种庄严 说的多了 古土专严 先从一报数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专严 十七种 说的十七种 啊 正报专严 正报有佛 有菩萨 佛说了八种 菩萨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 太多太多了 啊 说的四种 啊 这三种是大分的 啊 三种是 医报 弥陀 弥陀 其他的菩萨 入一发聚 一发聚 真实智慧 无为法神 无为法神 就是真实之计 啊 获起来呢 就是真实的利益 这是尽宗的宗旨 尽宗学习 终极的目标 我们要得什么 啊 真实智慧 在哪里 无为法神 在哪里 真实利益 在哪里 都不在心外 心外 无法 独自心 这个心是真一心 菩提心 我心里都没有 我心里都有烦恼 真心里面有智慧 有法神 有功德 利益 就是功德 真实利益 就是真实功德 啊 无量 无边的功德了 公是公用啊 啊 德是本具 自信本具 自信就是发生了 啊 发生是自己 不胜不灭 清净无为 修复 终极的目标 就在死地 啊 本经上讲的 三种真实 真实 就是自信 那就是自己真身 禅宗所说的 父母为生 且 本来灭目 啊 我们学净土的人 本来灭目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是我们的 本来灭目 我们到极乐世界 祝福 名号 通通叫阿弥陀佛 在极乐世界 不会看乱了 不需要分别 一点没认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我的老师 每一个往生的人 到那边都成就 成就了 都是阿弥陀佛 都成佛了 这一品 必成真具 必定成真具 阿弥陀佛